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书籍《非暴力沟通》 作者马希尔·卢森堡 这是一本很棒的书 我读了之后非常有启发 因为我们常常认为 我们自己的谈话方式不是暴力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 我们说话常常会引起自己 和别人的痛苦 马希尔·卢森堡写的这本《非暴力沟通》 这种沟通方式也被称为爱的语言 有一个故事 说一个男人在街角趴着寻找东西 一位路过的警察说你在找什么 他说我找车钥匙 警察说你是在这里丢的吗 不是 我是在公园丢的 警察是困惑不解 公园丢的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找呢 他说因为这里比较亮啊 这就是方向的错误 作者告诉我们说 《非暴力沟通方式》是叫我们专注于人生应该追求的方向 等到你听完了你就明白 作者提供我们《非暴力沟通》模式有四个要素 观察 感受 最后是要求 首先是观察 然后是表达感受 然后是说出你的需要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感受 最后是具体的请求 比如说妈妈对孩子说 孩子 咖啡桌下面 你留了两只脏袜子 我看到了 我不高兴 因为妈妈我是非常看重整洁的 那你是不是愿意把袜子拿到洗衣机里面呢 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呢 妈妈就把《非暴力沟通模式》的四个要素都做到了 首先观察 咖啡桌底下两只脏袜子 第二表达感受 我不高兴 第三说出 为什么会导致自己这样的感受 因为我看重整洁 第四说出具体的请求 你是否愿意将袜子投到洗衣机里 这就是《非暴力沟通》模式 四个要素 很多人暴力沟通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忽视了彼此的感受和需要 而将冲突都归咎于对方 首先第一个要素是观察 观察的要素里面呢 要不带评论 有另外一位作者说 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如实的反映出 说出观察的结果 不加任何的评论 约束自己 不加任何的评论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观察和评论的不同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比较难做到的 如果你说你总是很忙 我需要你的手 你从来不出现 总是 从来不 这些都是评论 而非暴力沟通的第一个要素 只是说出你的观察 然后呢 你的观察不能和评论混为一谈 如果你的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 别人听到的会倾向于听到批评 就会反驳你 下面有一些话 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是观察还是评论 第一句话 哥哥昨天无缘无故的对我发脾气 请问这句话是观察还是评论 对 是评论 为什么 哥哥昨天无缘无故的对我发脾气 他已经加了评论 无缘无故 如果他说 哥哥昨天向我发脾气 那就是观察 第二句话 昨晚妹妹在看电视的时候 啃指甲 请问是观察还是评论 对 是观察 因为没有任何的评论 下面一句 我父亲是个好人 显而易见了吧 评论 麦克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请问是观察还是评论 诶 是评论 太长了 你已经加入了评论 某某人很霸道 那很清楚 就是评论 所以 非暴力沟通 是由程序一步一步走的 你要跟人沟通的时候 第一步 观察 讲出事实 约束自己 不要加任何的评论 讲出事实就好 切记切记 非暴力沟通的第二个要素 是感受 先讲出你的观察 第二步 讲出你的感受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 哥哥昨天无缘无故的向我发脾气 那是评论 那你可以说 昨天哥哥向我发脾气 讲完了之后 第二步 说出感受 我感到很伤心 来讲出感受 有一位太太说 哎呀 我觉得我嫁给我老公 好像嫁给了一堵墙 她从来没反应的 你知道 这位太太 想要表达出什么感受吗 她希望她的老公 留意她的愿望 在这里 第二步 我们要区分 感受和想法 感受和想法 是不好的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句话 我觉得我吉他弹的不好 请问 这句话是感受 还是想法 其实这句话是想法 我觉得我吉他弹的不好 她对自己有想法 那感受应该怎么说 我弹了多少时间的吉他 我现在觉得弹吉他 我有一些失落 为什么失落呢 因为她觉得自己弹的不好 所以有些失落 这是反映出她的感受 我们下面有一些句子 大家分辨一下 到底是感受 还是想法 第一句话 我觉得你不爱我 请问是感受 还是想法 我觉得你不爱我 是想法 不是感受 你要离开 我很难过 请问这句话 是感受还是想法 对了 是感受 你要离开 我很难过 下面一句话 如果你不和我打招呼 我会觉得你不在乎我 请问是想法还是感受 是想法 你可以说 如果你不和我打招呼 我感觉会很失落 那就是感受了 另外有一方面 当我们听到不重听的话 我们可以有四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责备自己 第二种选择 指责他人 第三种选择 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 第四种选择 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批评 实际上是间接地表达了 我们还没有满足的需要 所以当我的太太批评我的时候 我要反省 是不是她有需要为得满足呢 所以当下一次你太太批评你的时候 你就问太太说 太太 你有什么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呢 当然你也不需要这么直白的去问 但是你应该明白 很多的批评 间接地表达了 他有一个需要 还没有得到满足 再来看 想法和感受的区别 你昨晚没来 令我很失望 请问是想法还是感受 昨晚你没来 我很失望 因为我想和你说一些烦心事 这就进入到第三个元素了 就是非暴力沟通的第三个元素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有这样的失望的感受 第二句话就说得很清楚 昨天晚上你没来 我很失望 因为我想和你说一些烦心事 也就是说我的期望落空了 第一句话 昨晚你没来 我很失望 如果你没有下面一句话 什么原因导致的 你会很容易变成什么呢 很容易变成是别人的行为导致你的感受 结果你的情绪都被别人的行为掌控 但是下面一句话 昨晚你没来 我很失望 因为我想和你说一些烦心事 那你就明白 你感到失望 是因为你有一个愿望 没有得到满足 再看下面 他们取消 他们取消了合同 让我很不高兴 这是一句话 下面一句话 他们取消了合同 我很不高兴 因为我对自己说 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一句话 他们取消了合同 让我很不高兴 是别人的行为让我不高兴 第二句话 我意识到 我对别人行为的观点 会导致我不愉快 所以不是事件叫你不愉快 而是你对所发生事件的观点 会叫你不愉快 这就是非暴力沟通的第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说出事实就是观察 第二个元素 讲出感受 面对这个事实 你有什么感受 第三步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感受 讲出来 一般人来说 他个人成长 都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情感的努力 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 小孩子相信自己 需要为他人负责 让他们快乐 让父母快乐 是我们的义务 所以有些孩子 从小有一个迷思 认为父母不快乐 是他们的错 他们归咎自己 这是第一个阶段 叫情感的努力 第二个阶段 是面目可增 在这个阶段 我们发现 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牺牲我们自己 去迎合他人 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想到日子过得这么憋屈 我们可能会很愤怒 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 面目可增 那第三个阶段 生活的主人 在这个阶段 我们成熟了 我们乐于互助 帮助他人 是出于爱 而不是出于恐惧 内疚 或者惭愧 那是自由而快乐的行为 所以在表达了观察 感受 和导致你这样的感受 的需要之后 接下来第四步 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 我再说一次 非暴力沟通的四个元素 第一观察 第二感受 第三需要 第四请求 记住哈 第一观察 说出事实 不加评论 第二感受 这个事实带给你什么感受 第三步需要 是什么需要没有满足 导致你有这样的感受 第四步 请求 具体的请求 有一位女士 她对她的先生说 哎呀 你少花一些时间 在工作上了 结果三个礼拜之后 这位先生去报名 参加了高尔夫球比赛 为什么 她没听懂老婆的话 她以为说老婆说 不要太花时间在工作上 那她以为 那我应该花一些时间 在别的事物上面 原来她老婆真正想要的是 一个礼拜 至少有一个晚上 在家陪我和孩子 所以后来她学会了 她就说 老公 至少一个礼拜 有一个晚上 你要在家里陪我和孩子 那老公就知道了 你不能让对方猜的 你要说出具体的请求 当然有的时候 你可能不需要 直接提出请求 别人也知道 比如说孩子突然说 妈我咳了 那妈妈自然把水给她了 因为这个时候不说 也知道她咳 需要的是水 但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提出具体的请求 在这里我们要区别 请求和命令 又是不一样的 如果人认为不答应我们 就会受到惩罚 他们就会把我们的请求 看作是命令 听到命令 有两种选择 服从反抗 不管如何 一个人如果认为 我们是在强迫她 她就不太乐于 满足我们的需要 如果一个人过去 是常常指责别人的 那么我们的请求 很可能被看作是命令 而一个经常受到指责的人 他都会倾向于把我们的请求 解读为命令 那你提的要求 到底是请求还是命令呢 那就是你的这个请求 如果得不到满足 你会不会去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 如果你的请求得不到满足 你就会去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 那你的这个请求 其实不是请求 是命令 如果你想利用对方的内疚 达到目的 那也是命令 我们越是将别人的不顺从 看作是对我们的排斥 那我们所表达的愿望 就越有可能被看作是命令 这会导致恶性循环的 因为人一旦认为 我们是在强迫她 就不太乐意满足我们的愿望 所以下次我们说话要很小心 我们不能说请打开窗户 少说这些话 应该说帮我打开窗户好吗 另外一个判断 我们是请求还是命令 就是别人没办法满足我们愿望的时候 我们是否尊重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就会体现出我们提出的是请求 还是命令 哇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很多父母都不太注意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非暴力沟通里面 我们四个要素讲完了 接下来是一些补充的内容 下面一个内容是 用全身心来倾听 因为我们常常召集的要提建议 安慰别人 表达我们的态度和感受 作者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作者的女儿照镜子的时候说 哎呀 我瞅得像一只猪 作者马上大声宣布 不 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孩 你以为女儿听到这些话很高兴吗 她喊了一声说 爸 然后摔上门就出去了 为什么 也许当时这位做爸爸的 应该最好问女儿说 女儿 你对你今天的形象 感到很失望吗 有一位太太买院先生说 和你说话有什么用 你从来不好好听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你应该怎么回应 你可以说 太太 你不高兴 是不是因为你需要被理解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给别人我们自己都没有的东西 你手里没有面包 你无法把面包给别人 有时候我们自己内心都很痛苦 痛苦的无法倾听别人 没有心情去关心别人 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 其实反映了我们自己也需要得到关心 如果我们告诉别人 我们处于痛苦当中 无法顾及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对不起 我自己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别人很可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 不过呢 如果对方正处于激烈的情绪当中 他也可能无法留意我们的感受和需要 人呢 是很脆弱的 但是倾听又很有力量 又很需要 倾听会叫一个人的身心的痊愈 有医治的效果 难怪有一个学生感叹说 如果有人倾听你 不对你平头论足 不替你担惊受怕 也不想改变你 这多美好啊 据说老师通过倾听 表达自己的需要 师生的关系 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在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故事 很感人 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师在一所学校教书 突然有一天 大家都走了 他留在学校 一个劫肥冲了进来 对这位老师说 把衣服脱光 这个时候这个老师运用非暴力沟通的模式 他开始全神贯注的体会 这个劫肥他的感受 体会他的需要 劫肥大声的喊着说 把衣服脱光 这个时候这位老师说 你好像有些不安啊 安全对你是否特别重要呢 老师说 对这个劫肥说这句话 然后继续体会着 这个劫肥的感受和需要 这个男人说 对极了 赶快脱衣服 要不然有你好看 这位女士老师说 请你告诉我 是不是有别的方式 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而不用伤害我呢 我和你都说了 快脱衣服 男人脱口而出 哦 听起来这对你很重要 不过我希望你知道 我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吗 如果你愿意离开这里 不伤害我 我会非常感激你 拿出钱包来 这个男人改口了 劫肥改口了 最后老师把钱包递给了 那个劫肥 这个老师也没有被强奸 被强迫 这就是非暴力沟通模式的 一种力量 倾听他 体会他的感受和需要 还有一位妇女 她在一所戒毒中心上晚班 突然也有一个男人冲了进来 说你给我一个房间休息 这个男人拿着一把刀 顶住这位女士的喉咙 这位女士也用非暴力沟通的模式 他怎么回答呢 他不用可是 他也不用但是 也不用不过 在这个情况下 不要用不过 可是 但是这样的词语 不要用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对那个匪徒说 看起来你真的很生气 你想要有一个房间可以休息 这是什么 这是观察 那个匪徒大声的嚷嚷嚷说 就算我是一个瘾君子 我也需要尊重 没有人尊重我 我气坏了 连我父母都看不起我 我需要尊重 然后他继续体会他的感受 这位妇女说 你得不到人的尊重 你是不是感到很气愤呢 然后他们的对话 持续了35分钟的时间 听起来很恐怖 到最后 这个匪徒把刀收了起来 并且在这位妇女的帮助底下 在戒毒中心找到了住处 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沟通真的是有方法和技巧 倾听是很重要 体会对方的需要和感受 是很重要的 倾听帮助人治愈心灵的一些创伤 要进行有效的非暴力沟通模式 我们也需要学习爱自己 我们要知道 上帝创造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不是一张椅子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改变 是出于对生命的爱 而不是出于羞愧感 内疚 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心情 羞愧是自我憎恨的一种形式 出于羞愧的行为 不是自由而快乐的行为 当然在生命中感到遗憾是难免的 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从精力中学习 很多人为过去一些选择很后悔 觉得导致今天的一些光景 尽管有些人过去的选择并不理想 但也可能只是为了实现你内心的愿望 你还是挺勇敢的嘛 有几个步骤可以帮助我们 第一步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感觉哪些事情没有意思 把他们但是又不得不做 写下来写在一张纸上 你会发现 哇 为什么我很不开心 因为有这么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却又不得不做 第二步 写下来之后 在前面写上一句话 我选择做 然后念出来 你不是不得不做 而是你选择做这些 第三步 再写一句话 我选择做什么什么事 因为我想要什么 连你做事情的目的都很清楚了 比如说你送孩子到很远的学校去上学 你说为什么这么辛苦 但是你发现那所学校的价值观 吻合你的价值观 你就觉得 因为你想要有这样价值观的学校 你就知道自己做的是有价值的 这几步可以帮助我们 作者也提到 非暴力沟通模式里面 要充分的表达愤怒 这个愤怒不是说让我们去摔东西 愤怒驱使我们去惩罚他人 而不是去满足需要 当意识到自己被指责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 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需要上 你都指责我了 那我还能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需要上面吗 很多人都是比较难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被指责的时候 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愤怒就会转变为服务需要的情感 只有我们在被指责的时候 还专注别人的感受和需要 我们的愤怒也不再存在 怎么办 停下来 深呼吸 留意 指责 提会我们的需要 表达感受和尚未满足的需要 换了一句话 过去我们常常说 我生气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我们有意识地用这句话 我生气是因为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用这句话来代替 如果我们认为他让我很生气 难免我就会指责他 换一个思维 你的情绪就不一样了 假如有一个约会 跟你约会的人迟到了 有的人忧心忡忡 这个人不诚实 不熟信用 有的人呢 也不介意 因为我也想多休息一会儿 所以不同的需要 会导致不同的感受 当你被指责的时候 体会你自己的需要 体会对方的需要 愤怒感就会消退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 没有被满足的需要 一心考虑别人的对错 我们难免就会生气 这就是作者给我们的方法 不过呢 在两个人沟通之前 我们常常需要先学会 倾听他 静下心来 感受他们的需要和感受 通常别人得到倾听和理解之后 也会开始留意我们的感受和需要 所以这是双赢的沟通 不过操练运用非暴力沟通 有时候是很别扭的事情 我们不想这样一步一步的走 我们觉得太麻烦 想说啥就说啥 可是这样我们没长进啊 作者也提到运用强制力 避免伤害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我们抱住年幼的孩子 不让他跑到公路上 这是运用强制力 是为了他的安全 但如果我们打孩子的屁股 或者是骂他 你怎么这么笨呢 那么我们就是在惩罚他 惩罚有很多种 有冷落 有威胁 恐吓 还有一种叫体罚 有的人认为体罚可以 有的人认为体罚不行 但是作者的担心是 对体罚的恐惧 可能会让孩子难以体会父母的爱 所以作者并不认为 体罚孩子是教育孩子的好办法 不过呢 有时候也是需要 圣经有句话说 障达会赶走孩子的愚昧 但是一定要用得恰到好处 即便体罚能够带来效果 也并不意味着 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作者也在书里面提到 运用非暴力沟通 来重建校园秩序 有一个孩子对老师说 老师啊 你看到有一个同学 带着啤酒进到学校 你为什么都没反应呢 你应该带着棍子到学校里去 那老师怎么说 那如果我下一次打了孩子 孩子们一群伪着我怎么办 这个孩子说 那就带更大的棍子 作者马歇尔说 如果只有一种方式 来解决师生之间的冲突 我会很沮丧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作者就激荡这些孩子们 去想出别的办法 后来孩子们终于想出了个办法 说设置一个教室 让这些违反纪律的孩子 到那个空的教室里面 单独待着 这些孩子单独待着 可不舒服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强过你以暴制暴 所以本书就是非暴力沟通嘛 最后非暴力沟通 也鼓励我们充分的表达感激 在表达感激的时候 我们要说出对我们有益的行为 我们的哪些需要得了满足 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比如说 今天我分享了这本 非暴力沟通的书 我自己念完了 融合感受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学会非暴力沟通 你第一要说出 这本书里面哪些观点 对你有帮助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这些观点 使你的哪些需要得到了满足 讲出你的哪些需要 因着这个观点得到满足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你的这些需要 因着这个观点得到满足之后 你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学会这三步走 你的沟通能力就大大提升 希望各位听过本书 有所启发 在家中职场上 用非暴力沟通模式 成为职场达人 希望你有收获 也希望你能够听书打卡 分享你的感受 快点 给你的速决